五星航空 服務至上 長榮航空 歡迎您 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們是第24組長榮航空產權雙軌組 那我們的指導老師為盧慧莉主任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隸屬長榮集團 是一個以運輸產業為核心的企業集團 那其中包含了海運航空航太點點點等 那長榮航空是創立於1989年的3月8日 好 那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機場單位的實習工作內容 那分別為桃園機場和松山機場辦事處 那主要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是長榮本家的華為櫃台業務 那松山機場比較特別不一樣的是 我們還需要代理中國東方上海航空華為櫃台業務 以及中國國際航空的華為櫃台業務 還有本外加登機門作業 好 那再來介紹一下我們基本的華為期流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上面這個圖 那第一個是我們的迎賓 那迎賓的重點就是我們一看到旅客需要起立並將手高舉 然後並且五指並容跟旅客說下一位旅客這邊請 好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證件 那一看到旅客我們會先向旅客問候 並且雙手向旅客收取證件確認是否為本人 接著檢查證件效期以及是否持有目的帝國的簽證 那第三個是我們的機票 我們會看695開頭的機票號碼 那我們會確認機票效期是否符合旅客的定位資訊 然後如果都確認完畢之後 我們才會於電腦系統裡面做連結機票的動作 那再來是我們的座位的部分 那如果旅客已經預選座位的話 我們會向旅客確認預選座位 那如果旅客還沒有選座位的話 我們會跟旅客確認座位圖再詢問旅客的座位偏好 那再來第五個是我們的泡泡 那我們會在系統上面確認旅客 略客的是否有重要備註或是特殊需求服務 那如果有的話我們就會像出現在照片上面裡面的 紅色泡泡和下方的英文備註 對 像這樣 好 那再來第六個是我們的行李 那我們會在電腦系統輸入旅客的行李重量 等行李條印出來後 我們會向旅客出示行李條 並確認行李的目的地 以及危險品的告示 那我們會再向旅客確認行李內 沒有放置行動電源電池以及打火機 以免造成飛安的問題 那如果是高端卡克或者是商務艙旅客的話 我們會再掛上特殊優先掛牌 對 那左上右上角是我們的危險品告示 那最後一個第七個是我們的送客 那我們完成化位後會微微鞠躬向旅客道線 並提行旅客至行李檢查軍 等到他們的行李過X光檢查後再離開 好 那下一個是我們每日Duty作業表 那給大家看一下 左邊是松山機場 我跟慶雲每日Duty作業表 那右邊是桃園機場雅亭的Duty表 好 那下一個是我們各個航空公司 目前都在推行的卡斯自助報道機台 那我們會在自助報道機台前指引旅客如何使用 那我們會請旅客準備護照 定位代號及電子機票號碼 接著我們會請旅客於危險品頁面 自行點選確認 那那個確認我們是不能幫他們點選的 接著一指示操作即可完成報道 並應出登機證 那下面是我們松山機場卡斯機台長的樣子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松山機場 比較特別的本外加櫃台佈置 那第一個是我們長榮航空姐姐 那第二個旁邊有個白色機器人 那個是我們的Paper機器人 那下面的照片的話 我們會播放各個航班的航線 對 然後還要在桌上擺放機艙的未置圖 或是危險品須知 那下一個的話是外加的登 外加的佈置作業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會擺放 中國國際航空營東方上海航空的姐姐 然後一樣會擺放插牌 然後拉正確的紅龍柱 然後一樣是在櫃台放所需要的備品 可能就是會員的辦理方法 或者是行李操縱規範 或是升艙價格等 對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我們的ABG登機門作業 登機門作業總共分三個位置 那第一個是吃登機證總共需要兩位 那我們會為商務艙及經濟艙旅客檢查證件 並於旁邊黑色機台刷旅客的登機證 那再來是我們的PPT Check人員 那PPT Check人員主要工作是先行為排隊中的旅客 檢查證件並在登機證上面打勾勾 那再來是我們的舉牌手 舉牌手是告知旅客登機順序並分流旅客 對 然後這是舉牌手 再來接下來交給我們的財務部做介紹 好的 那接下來分為我們財務部 財務部這次總共有三位的實習生 財務本部主要分為財財務部以及財業部兩部 那這次兩部都有實習 財務部主要是確認金錢的流向和處長的作業 財業部則是偏向資料的審核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財務部的部分 財務部的話會有每天需要工作的內容如上述 那有利隆場站的收入入障 金門澎湖交通券的勤款作業 還有海巡的換票證勤款作業 那以下會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其中幾個作業 第一個是國內場站的入障 這張報表是每天都會從外站 利隆的場站會寄回來的報表 需要將上面的金額加上去 然後確認場站將持筆款項 匯到我們指定的互同 才能進行正確的入障作業 那再來是每週需要做的 這個是現金信用卡退票的refund 那refund的話就是每隔七天是我們的清帳日 退票總共分成現金信用卡 以及海巡換票證 金門澎湖縣政府發放的交通儲書券 等等的退票作業 那這邊是右下圖這個是每期退票的總金額 需要跟我們收到從外站計劃的正本核對 確認無誤以後才能正確的出帳 這個是資金二賀的工作內容 再來輪到南坎的查業部 那我們查業部是資料的審核 會有航收查業課及貨運查業課 首先介紹航收查業課 第一個是每天我們都需要做的 一到五關的balance 帳戶總共有八關需要做執行 那這個租業主要是檢查機票上面的數量 是不是跟當天的搭機人數是否相同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入票 入票的話下方是超額行李的使用鏈 上方是中斷倉單 那中斷倉單呢目的就是 如果外加今天有發生狀況 臨時需要把客人轉到長榮 這時候就會有上面這張票 上面這張就是Carter Pacific 就國泰轉過來的 那再來的話 每天也是需要清Arrow的 因為剛剛有講到嘛帳戶有八關 第七關就是清Arrow Arrow的如果有出現 我們就需要去手動查找並清除 那再來是每週的FL15是一個清單 是沒有轉入的正確的電子雜像交換券的畫面 我們也需要去檢查 如果有問題需要人工查找 每個禮拜四都是關帳日 所有航班都必須完成第八關才能正確的出帳 再來這個是里程折抵的報表 那右邊的話是超額行李審核 也就是大家所說的什麼操縱行李等等的 那再來呢每個月都會有關帳 第三到第五個工作天是我們的關帳日 那上面呢還有reissue fee的審核 那再來呢輪到貨運查頁 貨運查頁主要是核對航空的貨運郵運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頁面 右邊是我們的提單 左邊是畫面 主要就是紙本與電子上面做核對 那再來的話是郵運 一樣都是做核對的部分 那最後比較複雜的是這個 這個一樣每天都會從各場站寄回來 需要跟財務系統做核對 最後核對完成會出現傳票 那這份工作我覺得學到最多的就是 城市航空代碼 機票個欄位所含的意義 這其實在學校都有上到課 還有旁邊的航空定位系統 電腦的設備操作 像我現在很多什麼AutoTab Windows加方向鍵都比較熟悉了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對數字跟客人的敏感度 以及危機處理的速度 最後我覺得工作最需要注重的就是細心以及耐心 財務需要細心 機場需要耐心 還有同時需要具備高EQ及IQ 那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